就是觉得说这起因要降低一点点比较好 不过当然他也有真情流露的一面 谭雅谈到了台湾这回选举的常态 一度哽咽掉下眼泪说不出话来 哽咽说不出话 面对一连串纷争 导演吴念珍有话要说 如果因为大家对政治的选择不一样 而变成敌人的时候 其实可能会给外面很多不好的对象 有机可乘 千言万语到不尽开直播 两度沉默快十秒钟 会负心情谈到高雄选情也首度表态 齐麦我认识 而且认识一二十年 你如果真的问我说 这两个里面你选择哪一个 你有给我去算 我可能也算陈齐麦 毕竟是老朋友不会言 听齐麦对这次选举吴念珍坦言 最可怕的其实是假讯息 提到老战友小野也忍不住暴曲 大概是丁先生对现状不太清楚 电影怎么报啊 要不要电影很难 你要很有钱 小野没什么钱怎么个人去报电影 丁老先生上牌桌 一啊一啊呦 手锋不顺 乱牵托 一啊一啊呦 自重歌曲很酸 丁手中乱牵托 画风转对韩粉也有建议要给 夜喜起因不能那么高 有一天看到影像他们是捷运上唱歌 就是一开始就很高 夜色茫茫 我看夜色茫茫 夜喜这首歌如果起因那么高 我跟你讲 所有人会累死 选举逼近 吴念珍面对政治环境 短短三两句说不清 台湾不只是我们的故乡吧 它就是我们生死相依的地方 感慨选举纷扰 用直播表态立场也斗出自己心声 我的心里一直弄ice 我们的风只是他们译 我们的风只是在这地 край里